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一个创作歌手 常常欢到在台湾各地 或者是纯粹的生活 用我的生活还有对话 来找寻我的歌 你们到过花莲吗 有吗 有人去过花莲吗 有 你们都怎么去的 你怎么去的 坐火车 有没有 除了坐火车之外 还有其他的办法 弟弟 开车 还有没有 我自己去的时候 也是坐火车去的 你们有听过 搞花博这个地方吗 我在花莲搞花博的时候 刚到那边去的时候 发现辅助桥已经被拆了 曾经有过的沟上人家也已经消失了 今天我想要去找一位听说 非常亲切的里长大哥 不说不要让我拆了 拜托 我说到家里的传播 你说 你说特别 拆了这么拆不爽 拜托 你好像走廚房一样 环保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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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我不能这样吃 穿小桌 那家我吃的巧克力 知道吗 拜托 不然你不然你 我让他拆了 每人都在这 在那里的迷路 保路 我好像知道 是什么意思的 也许 有人爱他的地方 其实每一个地方 都会是他的家 大只的鸟 吹过岛屿的风 陪着我回家 闭上眼 仿佛能看见 越过高山和海洋 原来这世界 从没有离我远去 我爱的世界 从没有离我 Holliday 从没有离我远去 請不要擔心 我會學著好好照顧自己 我身為止 也是美麗的我 蒼白的笑容 化作何時的風 卻撫著心頭 撫平了傷口 從今以後 不再迷惘 多年以後 作詞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最后我想說 平凡是一種穩定的力量 而這種力量其實硬都不平凡 我们等一下骨手使丹 今天这一出迷路的人 要献给这块土地上 平凡生活的我们还有大家 祝你们在一起期间都非常非常的健康 快乐的生活 谢谢大家